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oy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处女测试或癥结测试的服务 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检验女性是否没有性经验 这当然是为了愉悦男性了 有些男性有强烈的占有欲 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人是纯洁的 最好不要与别人有过性经验 可男人就没有相同的问题 起码女生不会提出让男性去做处男检查吧 一线调查发现 英国多家医疗诊所正在为女性提供有争议的处女测试 WHO与联合国都认为这种侵入性检测侵犯了能权 他们希望禁止这种检测 批评男士认为这种测试是不科学的 他无法证明某人是否是处女 并可能演化成一种灵卤或虐待 这种测试主要包括应道检查 以判断女性处女膜是否完整 但是处女膜撕裂有很多原因造成 不一定与性有关 譬如激烈运动也可以使得处女膜破损 调查发现 许多私人诊所打出处女膜修复的广告 在联系这些诊所时 他们往往也提供所谓的处女测试 价格在150英半至300英半之间 调查中他们对其中的16家进行了询问 其中的7家证实在提供处女测试 还有几家不愿表明他们立场 他们都表示可以进行处女膜修复手术 费用大约在1500到3000英半左右 英格兰国民保健机构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5年中 有69次处女膜修复手术记录在案 女权活动人士表示 提供处女膜修复手术诊所的主要顾客 大多是穆斯林 他们担忧如果自己在新婚之夜被发现不洁 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社会的压力导致这些妇女别无选择 只要与男性出去玩被社区里的老人看到 那么老人就会告知他的父母 然后在社区里就开始散布着许多关于此事的谣言 随后他们的父母在压力下 就会逼他们做处女测试 而这些妇女往往婚姻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所以很多男方家长都需要女方提供处女测试 这类证明 这样才能结婚 这会给他们增提了很多心理压力 很担心结果 如果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处女 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逃跑 因为如果他们被证实了不是处女的话 不但是不能结婚 甚至一辈子在社区被人指指点点 家庭关系破裂等后果 中东妇女与社会组织串实了 他之前介绍了一个案例 在这个例子中 一名摩洛哥学生被告知 他的父亲已经故人谋杀他 他因此躲在伦敦 自从2014年到英国留学后 这名现年26岁的女子认识了一名男子 两人随后就同居 当他的父亲发现他们的关系后 要求他回到摩洛哥 在那里带他去诊所做处女测试 发现他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完整 他后来逃回伦敦 但是他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 担心父亲可能会找到他的残身之处 据世卫组织统计 目前至少有20个国家有处女测试 他们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这项测试可以证明一名妇女或女孩 是否发生过性行为 这是因为处女膜撕裂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使用卫生棉条与运动 之前美国说唱歌手TI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承认 他每年都会带女儿去做处女测试 以检查处女膜是否完好 这一件事引发了重力 不过你以为只要有处女膜的女生 就一定没有性经验吗 在男性对处女的癖好之下 女性也找到了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 除了去进行昂贵的处女膜修复之外 还有更加便捷的处女膜修复包 有人在网络上以50英半的价格 出售处女膜修复包 深深可以恢复症结 其中一套售价104英半的工具包 发自德国 它含有60毫升的阴道紧致凝胶 塑料镊子 一个血液胶 和三个似乎装有假写的小袋 卖家没有提供说明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包 Ash Franklin博士是一名复科医生 他经常会接到人们希望进行处女测试 与处女膜修复的请求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不违法 他认为这应该被认定为非法 首先处女膜部分缺失意味着 你不是处女的想法就是错误的 处女膜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破裂 如果处女膜被撕裂可以修复 然后就给一个证书 这意味着给的是一个假证书 除了处女测试 目前市场上还出现了 其他的生殖器整形手术 如阴唇整形术 包括缩短或重塑阴唇 她在英国各种背景的年轻女性中 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人们对这些手术的长期效果 知识甚早 很多人都担心女性在选择手术前 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支持 当然要改变这些并不容易 但是更好的立法规管这些行为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 英国卫生大臣Matt Hancock 曾针对处女膜修复服务表示 他将研究如何结束这种可怕的做法 但卫生部拒绝就可能实施的禁令发表评论 今年早些的时候 中东妇女社会组织发起了一场 禁止处女测试的运动 并呼吁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更多的教育 这个组织创始能表示 虽然希望最终能禁止处女膜修复 但在没有适当教育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只会弊大于力 这些做法能有市场 唯一原因是 这种关于症结的落后心态 如果人们能帮助教育社区 并改变这种观念 那么就没有必要修复处女膜了 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by bwd6